大家好,我是阿光 为什么广东人做的白酌菜心 不仅味道鲜美 而且上周两个小时都是翠绿翠绿的 如果你也喜欢吃 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鲜嫩一点的菜心 把根部去掉一些不要 因为根部有点老 放在一起会影响口感 我们把菜心放在大盆中 然后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一大碗清水 把菜心浸泡10分钟 因为菜心在生长的时候难免有虫卵 而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 10分钟后清洗一下 控水捞出 然后放在另外一个大盆中 再次用清水清洗干净 洗至水变得很清澈为止 冻水捞出备用 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 先切成薄片 然后再切成姜丝 姜丝我们尽量切小一些 全部切好放在生姜丝里面 全部切好放在准备好的凉水中 半个大红椒片切薄一些 然后再切成细丝 同样我们也尽量的切小一些 全部切好放在生姜丝里面 把葱叶切成三厘米长的小段 用刀按压一下 目的是方便我们切葱丝 葱丝我们也要切小一些 全部切好放在红椒丝一起 放在凉水中浸泡一下 准备一口锅加入一大碗的清水 水烧至冒泡泡的时候 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20克的食用油 搅拌均匀 使食盐充分化开 把水烧至沸腾 再把菜心的根部先烫一下 因为根部不容易熟 像我视频中这样烫10秒 根部提前烫一下 方便下一步的操作 然后把菜叶也放进去 用筷子翻动一下 使其受热均匀 烫的时间不要太长 大约8秒钟左右就差不多了 我们用筷子一根一根的加出来 现在的菜心已经完全的熟透了 加入了食用油 菜心也是翠绿翠绿的 提前把根部烫一下 菜叶一点都没有烫太熟 刚刚好 控水之后摆在大盆中备用 把菜心坝放整齐 再加入葱姜 辣椒丝 下面我们再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 切成片 切好放在一个大盘中 洗干净的香葱切成小段 全部切好放在生姜一起 喜欢吃辣椒的把小米椒切成小圈 不喜欢吃的就不要放 全部切好放在葱姜一起 准备一口锅加入小半碗的清水 接着把切好的葱姜小米椒放在锅里面 加入一大勺生抽调味 再加入一勺鸡精提鲜 一勺白糖中和一下口味 大火煮五分钟 煮出葱姜和辣椒的鲜味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借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 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 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五分钟之后 用蜜肉捞出里面的料杂 一款鲜美的白酌汁就这样做好了 喜欢吃白酌菜的朋友 一定要收藏起来 把白酌汁舀出来放凉 然后倒入大盆中 也可以放在一个小碗里站着吃 淋入烧好的热油 激发出葱姜的香味 一道美味的白酌菜心就完成了 如果你也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菜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叶绿素 平常我们都可以多吃一些菜心 对身体也是非常的有益 像这样一盘菜心在饭店 至少也要38 自己在家做成本不到5块钱 主要是在家做干净又卫生 在超菜心的时候一定要加食用油 这也是菜心不变色的关键 像这样做的菜心放两个小时都不会发黄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 就麻烦点赞收藏并转发一下 关注我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食用的家常菜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